好,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大家是知道为了庆祝什么吗? 为了庆祝关午节! 还有一个 你们知道我们的剧现在热度是多少了吗? 偷偷藏不住,优酷站内热度破万 yes!yes! 那我们接下来用我有一个朋友体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他哥哥的朋友 为什么杀青这么久了还是这么难以欺赐? 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他哥哥的朋友 然后呢,他们很久没见了,然后又相聚了 我这个时候只想说一句 我的小鬼我来照 桑岩,谁叫谁照 啊,谁叫人! 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叫桑岩 然后呢,是这样的 我这位朋友呢,就是他家呢 他有一个妹妹,然后他经常管他叫小鬼 然后呢,谁 谁,谁都不可以欺负他,只有他 然后呢,他呢,在家庭地位呢,是最低的 然后呢,同时呢 呃,他活得很真实 然后呢,呃,被公认的冤种哥哥 冤种哥哥 我请问哲远,然后 嗯,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嗯,嘉许哥非常不懂女孩子的心 当然了 我刚刚还在看 没有,是这个网卡了 是这个反应超旧位 真的,当然,这个是非常当然的 我刚刚还在看那个今天新更新的这一集 这个桑智在机场这个 这个段阿许 嗯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 他们说我来机场的这个造型 像那个双开门冰箱 我哭成那样 说我像双开门冰箱 这个事得怪我 就本来是一个桑智那么伤心的一个情况 结果我把那个外套一批 就感觉 好好笑 对 但我今天看到那我真的挺难过的 因为我可能 就是我跟你演完 我不知道你去厕所 哭得那么惨 还有那个在回到那个 还有看到那个桑岩的时候 看看到桑岩你们兄妹俩在那哭的那个 我哭成这样吗 刚刚你在学我吗 什么 我刚刚我哭成这样吗 你刚刚在学我吗 你哭的当然比 我就是 前前模仿一下 哭的肯定比我好看 那就过了 那你就过了 我过了 我来问你 你输了呀 刚刚你反应很久哎 没久 网卡了 好 那我们这一关因为陈哲远老师的网卡 所以陈哲远老师扣一分 还有一分呢 真的只有七分那是吗 对 我问我们的桑智 专家许是全世界最帅的男生吗 当然啦 你这个当然很不诚恳 当然啦 但他没有犹豫 但是他没有犹豫 对没错 但是我没有犹豫 他这个当然还翻了白眼 当然啦 什么网络 是卡猫这个 你知道吗 这边写是 我这边显示是什么 我这 路 你看他一直 你看哲远一直卡在这个地方 喂喂 你刚才一直卡 我说 喂喂 现在能看得到我吗 现在能看得到我吗 现在OK 现在OK 喂喂 喂喂 我刚说了好多话 你们都没有听到是吗 没有 完全没听到 但是我这边只看到了表情包 对 全是表情包 看得到吗 现在 看到吗 看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点过 有点过 这么多人看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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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下一个环节了 可以 可以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聊聊角色吧 因为 其实这个剧播出到现在就不仅观众上头 然后其实很多网友都在讨论这个说明我们的剧情很精彩 那我们这一趴就聊一聊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名场面 我比较我比较深刻的名场面还没有知道 然后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 我印象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恋爱后吧 就是其实因为对就是会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就是很甜 很有谈恋爱的感觉 所以我比较深刻在后面 但是又不能说 尝语词也可以 我觉得如果有看过小说的宝贝们应该知道那几个名场面吧 我们是主打一个超级还原 但是我不知道剪没剪掉啊 对 好的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我们后续播出的时候 那些陆思说的名场面 那接下来请陈志远说一下你心目中的名场面 就是刚刚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桑智去机场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段嘉曲大学毕业之后 从桑智家走的那 我刚刚看到那差点看哭了就是桑智最晚就送他回家 然后那个桑智跟段嘉曲最晚那聊 然后第二天早上他走的时候看到一个温馨的一家人的画面 就不知道为什么也是很莫名 其实在拍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就是有感觉会就有这么有感触这样 其实但是刚刚就是看到剪出来看到这个画面感觉还是不知道反正挺打动我的 就是其实就是当我在看到这个剧本论就是所有的时候我第一第一反应就是好想成为这个女孩 就是他所有除了就是暗恋的时候他会有一点小小的酸涩 但后来都是误会解开之后然后奔向爱情的那种喜悦 我觉得就是很满足就是所有女孩都会向往的一种爱情 所以当时在看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桑智也其实也是我的互联网女儿 对我们听完了露丝对桑智的真挚表白 然后那我们接下来就问一下剧中桑智喜欢的段嘉曲吧 啊 什么 哲学是理想剧中喜欢 我还要问桑智什么问题 桑智喜欢的段嘉曲吧 他没有沉浸在那个痛苦里面 反而会去主动的去照顾周围的人的情绪或者说去调节气氛什么的 这个是暖男 我觉得是很暖的 你很好但你对所有人都很好 对就印证了这个词 包括那句什么中央空调 对因为女孩子就是因为女孩子科普啊 就是纯科普的 因为女孩子在谈恋爱包括也不是谈恋爱 就是他对我喜欢男生的时候 他希望自己是特别的那一个 唯一的 对他希望自己是特别的是唯一的 然后呢对大家发现你要是对所有人都很好的话 那你就只能被归类到中央空调里面 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呢就是对所有人都很好 那也不是只是想因为我好所以才想对我好 而是因为对所有人都好 就会让女生就是非常的失落 就在以前小时候都会会有过这样的感觉的 你们两个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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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 来来来 这个这个这个是要在节节奏里面的啊 马老师要露的啊 OKOKOK 我是你的爹 谁是谁的儿 我是你的儿 你是我的爹 是什么意思吗 等等等等 我是不是什么什么 是是是是是什么意思 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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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爹 所以我是你的儿 然后对啊 这个逻辑上没有错过啊 他是我的爹 我就是他的儿啊 我我我我没有啊 这个逻辑上是哪有错过的呀 没有问题 我说马的这场起居都得我照顾吧 这个咱是不是说 他这个智商 没有问题 马哥说的没有问题 因为我是他的爹 所以他是我的儿嘛 对这个是 逻辑上没有问题 你就在外面这么玩就行了 以后谁跟你玩 你都这么玩就行了 马哥 你就这样就可以 可以可以 怎么我没有搞懂啊 下一个问题 不玩这个游戏啊 什么东西啊 没搞懂 这游戏 这游戏就是 你不能让别人当你爹 咋回事儿 马哥是 你上来就说了 他 你是我的爹啊 上来就是 上来就是承认了 你不能当别人儿子 干嘛呀 大家好 断家雪 是这样吧 诶 这是AKA断家屑 不吃咖里 ok 本来一场 new rap就很难了 不要这样考我 好吧好吧 好吧好吧不需要 我们俩一起唱好不好 我们俩一起来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没办法rapper 我真的是个reader 因为我 露丝你该不会以为我 我可以吧 你该不会以为我可以吧 真的我感觉刚刚你还不错 3 2 Al this is 段家许 小鬼说我跟狗一个样子天天互相坑 我喊上老段男巫双狗 一直在这给你叫两声 这高气什么 他不就是把他读出来了而已吗 有一点flow的 有一点用力的 哪里有了 有的有的 律动都有一点点 有一小意思真的有 刚刚确实有 ok 来 来 来 继续 好 来 叫两声啊 如果表现好 就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如果有人 其实不我妹 跟段哥不再怕的 这个不必站起来了 陈真远 陈真远回来 这个不用站起来 这个真的不用站起来 真的不行 但是你跟老段谈恋 我真的很放心 因为段谈恋只会对你一个人上心 所以在这里 桑烟给你们俩最美好的祝福 以后不用在我面前 偷偷藏不住 不用站起来 不用站起来 回来 藏不住 美好的祝福 太在意你 有人吗 不会全都被我吓跑了吧 微博电视剧的老师已经被我吓跑了 退出直播间了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刚刚太沉迷那个rap了 我们都会一直报复你 所以不要一直老死 真的没有时间 我老死在老不起 长大以后 长大以后 没有想到你俩真的会在一起 抱歉我的举动不对 那是因为我太在意你 但是你跟老段谈恋爱 我很放心 因为段谈恋只对你一个人上心 在这里照页给你俩最美的祝福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 偷偷藏不住 哦 它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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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说 今天确实 我必须要讲 表现最好的还是我妹妹 真的 没话讲 这一段最好的还是我妹妹 真的 真的我觉得 我真的真的 真的 刚刚我那段可以直接删掉 可以直接删掉 不可以 不可以 我来到 你的城市 走过你来世的路 太可爱了你 想想想着没我的日子 你是怎样的孤独 好 谢谢哲远 你会跳舞吗 我学了十几天 真的 那我们不唱歌好不好 我们跳舞行不行 谢谢哲远 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完蛋了 如果我说你可以靠脸就红 你会高兴吗 都有吧 刚刚那个困惑的表情让我很感动 如果你的才华有一天超越你的长相 你才是真正最棒的艺人 嗯 好 加油 人间理想的形象崩塌 走过你来世的路 飙向着 人呢 别害怕 哲远 别害怕 我们面对 我们一起面对 过往 别害怕 坐下来 请坐 你坐下好好说 坐下好好说 想去那个城 我来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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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来了 行不行 别来了 因为 因为我 第一次刷到 这个视频 然后呢 他在那唱歌 但是我没认出来是他 然后我仔细看了几遍 我再看了一下旁边的陈哲远 眼熟吗 眼熟 但是没想到 那嗓子不太熟 因为他后来敏感到 只要唱我来一刀 他就难受 他基本 就是听到这个 他都会很难受 后来我就不敢刺激他了 因为我也很难的 本来想在你面前 是吧 就是有一个 哥哥的样子 比较沉稳 是不是 但是 你这个一来到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毕业典礼 我去领奖那天 然后 我给你送了两馒头 你给我送了一盘饺子 我没记错的话 那个饺子是不是 是韭菜馅的 大家一起这样就 闻不出来 接下来我聊一聊 刚才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 那么刚才这个视频当中呢 并没有太多难以理解的地方 首先呢 首先呢 是这个说这个电视剧杀青了那么久 所谓杀青呢 也就是说 结束拍摄 finish shooting finish shooting 就是结束拍摄的意思 还有一个词可以表示这个杀青 就是wrap up wrap up 也是杀青的意思 然后这个 赵露斯说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这个拍完这个电视剧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 就是现在想到那个事呢 就是说 依然难以启齿 难以启齿呢 意思就是说 difficult to mention difficult to mention 不想去提及 或者是说呢 embarrassed to talk about 就是聊到这件事情呢 感到很尴尬 embarrassed to talk about 还有一个词呢 就是说 这个电视剧呢 因为舒适力很好 让这个观众很上头 所谓上头呢 指的是 着迷的意思 意思是让这个观众呢 非常的着迷 观众对这部电视剧 非常的喜欢的意思 然后呢 就是上头就可以翻译成 captivate captivate 也可以翻译成这个 addicted to addicted to the tv series 就是说 对这个电视剧很上瘾 然后就是这个 他们当中还提到了一个词呢 叫什么 中央空调 意思就是说呢 段嘉许这个角色呢 对身边的人呢 都非常的友好 然后非常的关心 是一个贴心的大暖男 就是他对所有人都好的话呢 对于喜欢他的这个女主角来讲呢 他就是一个中央空调 所谓中央空调呢 就是说 所有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炎热 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个空调的凉爽 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男主角的爱和喜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中央空调形容一个男生 他的温暖很泛滥 所以中央空调呢 也就是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以上呢 就是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啊 没有太多难以理解的地方 感谢大家的收看